圣旨曰,拿些素思的归构力,你胆大妄为,竟然著书非以朕之取缔基督教会之既定国策,又对朕进行人身之诽谤,言辞之荒谬,影响之恶劣,对整个国家之声誉和社会之稳定已造成严重损害,朕本应严肃处理,以大罗马帝国刑法将你斩首。 但朕爱惜人才,顾念你乃当是神学及哲学之硕儒,又与朕曾有同窗之意,特令你悬崖落马,在家闭门思过,给你半年时间,必须写一份毁过声明,张榜天下。 朕不久即将亲自领兵远征波斯,带朕凯旋归来,再根据你的表现另行定夺。 亲自,原来尤利安当时正忙着东征波斯,无暇顾及内政,所以暂将贵沟丽的犯上严刑进行了冷处理,他希望战胜波斯之后,回来再找贵沟丽算总账。 贵沟丽看了尤利安的圣旨,黑黑冷笑。 什么闭门思过?什么悬崖落马?什么悔过声明? 这些词,我倒是想原话奉还给这位老同学。 此人枉为帝国皇帝,竟敢下令取缔教会,复辟一教,其后果必然是自取灭亡。 贵沟丽不吃尤利安那一套,他继续给各教会写信,抨击尤利安的宗教政策。 尤利安的命运,不幸被贵沟丽严重,东征波斯之意惨败,自己受重伤而死于异国他乡,果然是自取灭亡。 这些我们已有钱数,不再赘负。 总之,尤利安命丧皇权,他再也没有机会回来对贵沟丽另行定夺了。 尤利安之后,约维安为皇帝,约维安登基不久,便宣布废除尤利安的宗教政策,恢复基督教会的合法地位和各项权宜。 对于帝国的各教会来说,一场短暂的噩梦已成过往烟云。 外优基础,各派别之间又回到了曾暂时搁置的神学问题上的争论,新尼西亚派跟亚流派等异端的恶斗继续进行。 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贵沟丽跟巴西流以兄弟般的友情并肩向异端派别作战。 370年,巴西流被推选为卡帕多西亚行省之该撒利亚主教之后,善用手中的大权在省内大力推行新尼西亚派神学思想。 372年,巴西流敦促老同学贵沟丽,出来主持和参与省内的教会工作,以抗衡亚流派势力。 贵沟丽,静不住老友巴西流的竭力说相,加之他的父亲也在一边热情鼓励鞭策,他终于同意出来做服侍教会的工作。 巴西流随后进行驻胜利,任命贵沟丽为本省之内的撒西马教区主教,这样卡帕多西亚行省的教会中,新尼西亚派的势力大大增强。 但是,贵沟丽在主观上其实并不热衷于教区的日常工作,他更向往之前的独处静思和旅行步道的生活,并常常向巴西流抱怨他在撒西马教区的工作和生活。 372年年末,贵沟丽的父亲病危,贵沟丽,托此离开撒西马,返回拿先素司,帮助接手父亲在教会的工作。 374年,父亲逝世以后,贵沟丽,仍在拿先素司徘徊,不愿意回撒西马。 他先将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大笔遗产,大多数捐赠给拿先素司的穷人, 然后,又拒绝了拿先素司教会,推举他为拿先素司主教的请愿,在375年底时跑到一处修道院,过修道僧侣生活,在那里度过近三年时间。 这期间,巴西流多番催促贵沟丽回撒西马,贵沟丽,依然不归,声称他更愿意在家乡演说不到,更愿意过修道士的生活,这令巴西流非常生气,两人的关系差点为此搞僵。 378年底,罗马帝国东部的政治形势,起了变化,迪奥多西一世,担任东部皇帝。 此人出生于西班牙的基督教家庭,青年时代,脊髓附入罗马帝国军队从军,父亲屡见战功,内观至大战区的军事长官, 但因得罪当时的帝国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而被处死。 迪奥多西自己也被免去军职。 马伦提尼安一世死后,继任皇帝格拉典,却将迪奥多西提拔为东部凯撒, 命他驻军士坦丁堡而治理帝国的东部。 迪奥多西本来在教会事务上就强烈支持新尼西亚派, 他到了军士坦丁堡上任之后,发觉亚流派在军士坦丁堡教区占着主导地位, 他对亚流派的做法深恶痛绝,决定动手铲除亚流派。 于是迪奥多西向那些已被亚流派排挤出去的新尼西亚派人士发出邀请, 请他们回军士坦丁堡。 作为新尼西亚派的领袖,巴西流看到了前方的曙光, 但是这时他却一病不起, 他知道自己将布酒鱼人士在床榻上, 巴西流向前来探望的新尼西亚派人士极力推荐拿鲜素斯的贵狗吏, 并请他们转告贵狗吏赶快去军士坦丁堡。 379年初,巴西流去世, 贵狗吏闻讯放声大哭, 但是他当时在修道院内身体极差, 不能亲自前往参加巴西流的葬礼, 但他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晚辞制给巴西流的小弟, 三节中的女撒的贵狗吏。 随后,他还写了十二首悼念巴西流的诗歌, 以表达对这位一生至有的缅怀之情。 为了继承巴西流的遗志, 加之新尼西亚派人士的邀请, 贵狗吏终于结束了他的修道院生活, 起身前往军士坦丁堡。 军士坦丁堡是亚流派的老本营, 亚流派在此根深蒂固,难以撼动。 虽然有一段人士极力阻挠破坏, 还有人身陷害的种种阴谋, 但是贵狗吏还是在军士坦丁堡站稳了脚跟, 他继续著书写文, 寻回不到, 弘扬三位一体, 神学思想, 他凭着雄辩无敌的口才, 赢得军士坦丁堡教区民众的好感, 许多人干脆放弃了亚流派信仰而加入新尼西亚派, 有人甚至声称贵狗吏的舌头, 让军士坦丁堡的民众转信, 成为了尼西亚派的信徒。 贵狗吏, 尤其强调圣灵也是神的位格, 也是神的本质之一, 他在演说中常常如此说, 看看这些事实, 基督诞生时, 圣灵是其先行者, 基督受洗时, 圣灵是其见证者, 基督行神迹时, 圣灵是其伴随者, 基督升天后, 圣灵是基督的代言者, 还有什么伟大骑士, 不在神的主权之内吗? 由贵狗吏掀起的这种浩大声势, 令皇帝迪奥多西, 对贵狗吏敬佩有加, 他亲赐了一座别墅让贵狗吏居住, 并多次召见贵狗吏, 商议东部教会事务。 380年, 迪奥多西, 强劝属于亚流派的时任军事坦丁堡大主教德摩菲鲁退休, 随即任命贵狗吏, 取而代之为新任军事坦丁堡大主教。 贵狗吏因此成为帝国东部众教会的最高首领。 381年初, 迪奥多西召见贵狗吏, 再次与他商议等。 贵大主教, 朕曾经跟你多次研讨教会事务, 从你这里得到很多启发, 朕想颁发一系列政策法令废除一教, 独尊基督教为国教。 朕已跟西部皇帝格拉典陛下商量过了, 他也大力地支持朕的想法, 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独尊教会的目的, 基督教会内部首先得统一信仰, 统一教义, 所以第一步要尽早地解决亚流派, 这一历史问题。 朕知道, 你来军事坦丁堡的这几年, 为树立三位一体的正统神学做了大量的工作, 也为此做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 朕觉得解决亚流派的时机已经成熟, 贵沟立听罢, 强纳内心大喜, 上前抱拳。 万岁, 正是感谢赞美我诸我神, 使他打开了你的心门, 打开了你的眼睛, 让你看到了真理之光。 亚流派问题已经拖了半个多世纪, 早应解决。 陈建议, 请万岁召集一次大公会议, 就像尼西亚会议那样, 请东西部阁教会的主教们与会, 以大公会议的形式, 确立三位一体神学为教会的正统。 迪奥多西点头说好, 贵大主教建言甚好, 朕就委派你做好会议的准备, 具体事务由宗教局官员协助你操办。 会议地点就设在军事坦丁堡, 日期嘛, 等你和宗教局都准备好了之后, 再行决定。 贵狗立得了旨意, 兴高采烈地回去准备会议。 同时, 他又将这一则好消息在第一时间通知了巴西流的弟弟, 女撒的贵狗里。 接下来, 会议的准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不久, 会议邀请通知以迪奥多西的名义 发往帝国东西部阁大教区, 发往帝国长官员卿